大家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四,我们继续跟进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美股前景与2008年如出一辙吗?小摩直指头号风险,利率 近期美国股市告别了年初以来的强劲反弹,似有回调之势 而如果小摩分析师们的预期成为现实,美股可能继续陷在痛苦之中 摩根塔通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MK、BK和DL在周三的一份报告中称 目前美股下行风险仍大于上行风险 K称,尽管初下股市强劲反弹,但我们的框架仍指向宏观基本面面临挑战 风险资产面临逆风,历史不会重演,但它与2008年如出一辙 他认为,2008年和今天的相似之处太过强烈,不容忽视 投资者应该对此保持警惕 我们发现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危机爆发时,投资者讨论的话题与今天完全相同 美联储暂停行动,消费者任性,软着陆,强劲就业等 他写道,头号风险 根据上述报告,持续对股价构成挑战的逆风包括 市场估值依然偏高,投资者仓位过于乐观 以及以加息和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为形式的持续紧缩 K表示,今年股市的大部分涨幅都集中在少数几只大型科技股上 而2021年和2022年的巨额财政支出开始放缓 消费者的现金储蓄正在耗尽 所有这些都印证了他的悲观观点 即投资者应该青睐现金而不是股票 目前现金的收益率约为5% 只要利率仍处于高度受限的区域 且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存在 这种情况就可能持续下去 他写道 美联储已将利率上调至5.25%至5.50%的区间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本周警告称 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很大 无论滞后时间有多长 这种利率冲击必然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K说 目前的利率变化是2002-2008年的5倍 它指的是消费贷款利率的上升 这导致信用卡、汽车贷款拖欠率和破产法第11章 破产申请显著上升 他强调 抵押贷款迄今能够避免违约率上升 是因为多数消费者能够锁定非常低的利率 但这不足以阻止风险资产的持续下行 对消费者的影响是负面的 除非降息 否则无法扭转这一趋势 他写道 此外 加息对小企业和商业房地产的影响不成比例 最后 不要指望人工智能的繁荣能拯救经济 他强调 虽然人工智能可以以投机的方式提振股市 但这也可能很快消失 产量前景暗淡 德银下调特斯拉目标价 2024年盈利面临强劲逆风 德意志银行周三下调了特斯拉股票的目标价 并警告称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盈利将在2024年面临强劲逆风 该行重申了对特斯拉股票的买入评级 但将特斯拉股票的目标价下调至每股285美元 较之前的300美元目标价低了5%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年的产量前景暗淡 在华尔街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态度 以及对高增长股票的新热情的推动下 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强劲上涨 从2022年的惨淡下滑中反弹 周三特斯拉股价收报242美元 下调第三季度交付预期 德银将特斯拉第三季度的交付量预期 从45.5万辆下调至44万辆 该行分析师表示 下调的原因是工厂因升级和准备高地项目而停工 该行还将特斯拉第三季度营收预期 从241亿美元下调至233亿美元 与此同时 该行表示 特斯拉第三季度每股收益可能降至0.71美元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0.87美元 特斯拉可能会在10月2号公布第三季度交付数据 截至目前 分析师普遍预测 当即交付量为46万2000辆 特斯拉第二季度交付量为46万6140辆 创下季度交付记录 2024年盈利面临强劲逆风 德银将特斯拉2024年的产量预期下调至210万辆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30万辆 该行还预计 特斯拉2024年每股收益为3.90美元 低于普遍预期的4.76美元 展望2024年 我们认为对特斯拉的盈利预期存在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因为其产量前景远低于市场预期 德银分析师写道 他们指出 特斯拉在一次投资者大会上表示 不再计划明年将奥斯汀和柏林工厂的产量提高到每周1万辆 该行补充称 下一代汽车平台将是特斯拉进一步增长的关键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下一代汽车的推出 郭明奇预计阿斯麦尔显著下修明年EUV出货预测 半导体产业触底时间或推迟 周三 天峰国际知名分析师郭明奇的最新调查指出 荷兰阿斯麦尔可能显著下修 2024年EUV设备出货预测约20%至30% 他做出相关预测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苹果的2024年3纳米芯片需求低于预期 苹果的MacBook和iPad出货量在2023年分别显著衰退 约30%和22%至1700万部与4800万部 显著衰退的原因是居家工作需求结束 并且新的产品特性如苹果芯片和miniLED显示技术 对使用者的吸引力逐渐下滑 展望2024年因MacBook与iPad欠缺成长驱动 不利于苹果3纳米芯片的需求 高通的2024年3纳米芯片需求低于预期 三星的3GAP加与英特尔的20A产品需求低于预期 三星、美光、SK海力士最快需到2025至2027年 才有内存的扩产计划 阿斯麦尔股价周三小幅上涨 今年累计上涨约4.5% 表现远逊于整体科技股年内走势 阿斯麦尔今年7月公布的 2023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当季实现净销售额69亿欧元 同比增长2.3% 净利润为19亿欧元 同比微跌约0.7% 毛利率为51.3% 阿斯麦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eter W此前表示 从部分终端市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虽然一些市场即将触底反弹 但这也表示公司的客户目前仍处于高库存阶段 EUV业务方面 看到部分客户的需求节奏发生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晶圆厂因为技术等原因 尚未准备充分 以及对市场下行周期持续时长的担忧 近日苹果发布的新款iPhone 15手机 配备了台积电代工的A17 Pro芯片 这是台积电三纳米工艺 在顶尖芯片上的首次应用 不过许多业内人士认为 从目前的应用场景来看 三纳米芯片的实际价值还有待提升 一些人指出 台积电生产的A17处理器 所表现出的性能提升 与上一代相比并未达到预期 因此外界对其三纳米工艺的质疑越来越多 随着苹果开启三纳米移动处理器时代 半导体代工企业之间对尖端半导体应用的竞争 在加速进行中 高通计划在2024年推出基于三纳米工艺的 第四代骁龙8处理器 三星最快将于今年年底推出采用 四纳米工艺的E2400 明年开始量产第二代三纳米工艺半导体 并于明年年底研发出采用三纳米工艺的新产品 郭明奇同日还表示 目前市场的共识为半导体产业在今年下半年触底 但他认为需要密切观察触底时间 会否推迟到明年上半年或明年二季度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 盘前市场的表现 那么纳指期货盘前微微的波动 我们看到实际上多头的力度并不是十分的猛 那么一部分交易者认为市场有可能啊 特别是科技股有可能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 那么他们选择在这个前代的支撑区去选择做多 对吧 他们事实上昨天也有网友反映 有一部分人在选择做多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实际上按照我的交易模式 他处于左侧的交易者 因为我们是按照局部下跌趋势线的右侧点 没进场去做多 那么他们假设后续是大型震荡啊 他们在做 他们愿意承担的止损空间就这么多 对吧 这是他们的交易模式 而我们呢 即便是后续出现这种震荡行情 高位震荡行情 我个人也是倾向于下跌趋势线的右侧直接 再去做反弹的多头 是吧 这是其中的一种运动的状态 那么如果市场选择了这种悲观下跌的情形呢 是吧 那我们的右侧交易者可能就会更有优势了 对吧 不过呢 左侧交易者 他们止损空间也是比较小 那么对于右侧交易者呢 我们应该继续等待止跌架构 或者是跌下去的进一步的止跌 就是说跌的更深的点位的止跌架构 是吧 那究竟会怎样呢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毕竟市场已经有一股力量在这里去做多了 对吧 而我这个交易模式呢 是希望等到持续的阳线逆转这根下跌趋势线 再回踩止跌一下 咱们再去做多头会好一点 是吧 哎 你看多头啊 到底会怎么样呢 咱不用去猜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架构 啊 就去做 没有那个架构就不做啊 好 至少 呃 今天盘前多头还没有显示出特别强劲的力道 是吧 啊 同时呢 大家应该注意今天 呃 美东时间下午的四点左右啊 呃 北京时间啊 次日凌晨的四点左右 鲍威尔将参加一个会议啊 教育行业的会议啊 在会议上也有可能会透露一些啊 货币政策啊 加息或者是啊 他啊 对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论断 届时大家要注意啊 啊 市场波动的风险啊 不过呢 四点对于大盘来说 呃 大家倒是在看吧 不敢不敢说哈 因为股指期户啊 一直在波动 对吧 嗯 倒是在看 一定要注意后续啊 这个收盘左右的时候的一个风险 好 我们看一下小盘股 那对于小盘股罗素来说呢 大家要注意筑底 还是要等待夏季圈的右侧 同时呢 我们近期叮嘱大家的一点是 要提防他漏下去的可能性 也就是这两根横线对应的水平支撑区 被砸下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所以近期我们要密切关注啊 不过由于我们是右侧家者 他漏不漏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啊 呃 那么对于传统的道指呢 大家看到啊 实际上啊 多头还是不够强势啊 画好趋势线 有人说啊 万一后续走熊市的话 会不会有反弹 你看 最近的这波熊市是不是 下跌反弹 下跌反弹 下跌反弹啊 所以即便走熊市啊 这个反弹的力度也很强 这表明左侧交易者也 有他生存的空间 是吧 啊 那么你究竟选择哪一种呢 我我个人倾向右侧交易者会好一点啊 左侧交易者就是提前布局啊 抓一个反弹就跑了 对吧 有一点利润就跑了 而右侧交易者呢 就是也是抓了一点利润 因为他之后嘛 对吧 你可以自己考虑啊 好 这是道指 好 综合来看标普多头的反弹力度比强 但是空头也没有显示出力度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刚才说了啊 即便是真的震荡下行一下 那么多头反弹的这个意愿还是有的 对吧 因为美股嘛 还是多头啊 整体上更强一些 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仔细去看啊 如果你坚持做右侧交易者 你就要等 如果你是左侧交易者 你你要自己好考虑好你的布局问题 对吧 你看标普的话 实际上他已经跌破了这个前代顶部架构的一个颈线位置 是吧 所以今天确实有可能反弹测试一下这位置 对不对 这个横线啊 中间这个横线对应的颈线 他实际上是一个双重顶也好 或者是头肩顶架构的一个颈线位置 可能啊 在下跌过程中有反弹啊 甚至反转上去有可能哦 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们说第三浪之后的第四浪和第五浪非常复杂啊 你看123 对吧 前代的第四浪和第五浪可能非常复杂 所以究竟会什么样呢 我们啊 还是用小趋势线啊 去界定会比较清晰一点啊 好 我们来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先把这个阿斯迈尔看一下啊 阿斯迈尔呢 啊 因为现在半导体行业面临一些问题啊 除了啊 行业内部的一个竞争之外 他主要还是啊 我们的消费端的需求啊 不那么强烈啊 我们看一下阿斯迈尔在这啊 另外呢 阿斯迈尔他作为一个芯片设备制造商啊 他处于垄断地位啊 但后续啊 会不会一直维持垄断 应该啊 在高竞争领域应该还是处在龙头的地位 但后续他的市场受到 首先是消费端需求不振啊 另外是 华为这边的一个竞争啊 或者是啊 你看刚才高通啊 也好 这个三星 包括 这个主要是这几个吧 他们啊 也同时在竞争一些光刻机的一个领域 是吧 啊 究竟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吧 好 那对这个图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首先他的图是一个偏空头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顶点啊 跌破啊 对吧 跌下来 什么时候指跌 不知道 我们不去猜底啊 不是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其实也有大概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不去猜 那么下跌趋势线目前还是有效 因此呢 应该等待 啊 这两个下跌趋势线都需要去测试啊 也就是说 这根长的下跌趋势线 也要去突破回踩指跌才行 同时呢 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横线又变成阻力区了啊 所以啊 多头呢 是不需要过于的着急的 好吧 嗯 所以属于啊 消费端和他行业内部的竞争啊 都啊 不利于这个市场啊 现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龙头啊 所以啊 市场给出了一个空头的表现 那后续啊 止跌之后 我们再看 嗯 好 这是阿斯曼尔 好 我们回到列表 我们 从下方往上看哈 这次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 做空类的指数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架构 你看 他潜在啊 你看 下跌趋势线 被突破回踩啊 我们把这线稍微贴合一点 你会发现 突破回踩止跌 是吧 没有创新低 这儿 没有创新低 这样呢 多头走了一波 创新高的一个多头 你看 震荡上行 他和我们大盘类似 对吧 但由于他是 是我们行业的 是热门领头行业吧 叫先行行业 对吧 领先行业 你看他实际上是 把前期高点给突破上去了 对吧 包括刚才阿斯曼尔 也在创新低 这样的话 市场仍旧有可能上行啊 为啥 因为空头不够持续啊 这个图的空头不够持续 也就是说市场的多头不够强势啊 你看这是做空力指数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假设还是往上走 那如果我们的龙头行业 这个图领涨啊 也就是说空头继续 就是说半脑体行业继续走空的话 那我们的大盘也完全有可能继续跌啊 这是龙头行业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 但并不是绝对的啊 因为也有非半脑体行业在那支愣着 是吧 非半脑体行业那些龙头啊 有可能会走震荡啊 但是苹果已经开始震荡下行了啊 好 这是半脑体做空类的指数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网友问特斯拉到底怎么形化 其实特斯拉我们之前让你波段化处理过 我们啊 这根趋势线是最陡峭的 说跌破它应该减 先减持一下 跌跌继续减持 后续画好下跌趋势线 等待新的一轮指跌 咱们再做加仓 或者是新的一轮的多头 你看昨天的K线是阴线 虽然有下影线 但它仍旧处在震荡下行的过程中 是吧 那么多头的回归呢 需要逆转这根下跌趋势线啊 再做下一轮的多头的加仓 或者是建仓 对吧 我们一轮一轮的做 你不要去猜底啊 那么这根长的上涨趋势线有效吗 应该是有点效果 所以后续呢 一旦啊 在这里止跌 也可以做下一轮 对吧 止跌了吗 没有 我们说怎么判断止跌 需要持续的阳线 阳线持续了吗 没有 因为昨天是阴线的 昨天是下跌 所以阳线要上去 再微微回落 再止跌 再做下一轮 那如果再跌下 跌破这根长的下跌 上涨趋势线呢 跌下来呢 我们不是迈过了吗 或者减持过了吗 跌的越深 我们最后止跌的时候 建仓越舒服啊 所以哈 我们波段交易者 是不怕他跌的 对吧 我们是波段卖出了吗 或许跌的越深 越好啊 越舒服 但是啊 这个信仰长持 或不做波段交易的人 他内心就不一样啊 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你就要注意 感受最好的 就是波段交易者 因为市场 它不是一直直勾勾的涨啊 它直勾勾涨一段 然后回撤 对吧 好 这是特斯拉 特斯拉有没有可能止跌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判断止跌的方式 持续的止跌 对吧 阳线给出来啊 是吧 如果他带个阴线 那也有可能 你看这个指边 是不是死差啊 当然这指边 不是完全可信啊 他完全可以 一天就跟你逆转上去 是吧 所以 好 我们说苹果啊 那么 对吧 消费疲软 他不是说 苹果技术不领先啊 技术 仍旧是排第一啊 就是手机更换的需求 没那么 没那么频繁啊 对吧 另外就是刚才那个苹果和这个 这个这个电脑端和这个派的端啊 消费需求也在减少啊 因为谁天天换大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这个屏幕是越来越多 这更换的频率是越来越低 这就是市场走向衰退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趋势 另外呢 就是同行之间竞争在加剧啊 存量市场本来就变小了 又来一些新的竞争对手 那这样的话 对吧 或者是啊 现有的一些啊 低端机的厂商啊 这个竞争跟他也较激烈 对不对 好 你看他就走出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态势 这样的话 我们画好下跌趋势线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都让大家卖过啊 那么特别是这破位的时候啊 说卖啊 那么震荡下行呢 等待止跌架构就可以了 不要急于判断底部啊 什么时候可能是底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啊 我们判断底部不是猜底 而是看到 我们就是要之后 那么一两根黑线 嗯 好 我们看一下突了 突了 我们让大家先减持过了吧 这个图呢 虽然木头姐一直在追捧啊 但是现在先先先对吧 先减持或者是旁边看着吧 趁着没怎么亏的时候 再看看他怎么走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AXP 这个走的是震荡行情吧 我们说突破亏才只跌 只得力度不够啊 那么又跌回来了 这样的话确实现调了这 这就是一个无序的大行情啊 金融市场 金融领域 好 我们看一下S3Q给人的暗示 嗯 昨天我们说S3Q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回路啊 那我看今天能不能给出一根阳线来 做空类的主数 如果今天都给阳线 那么市场就要继续下跌了啊 当然这个位置也完全有可能再先横盘一下 今天不周五吗 是吧 有可能先横盘一下 给不给你方向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的震荡行情目前还没有被破掉啊 所以啊 可以不做啊 继续看一下 不要急 其实高通也到三纳米了 是吧 无所谓吧 我们看一下福特啊 福特的图对待 那种是跌破下方就要离场啊 我们看一下伯通 伯通的图如果今天是阴线距跌 那你就要离场了啊 如果今天是大阳线 你就可以对吧 尝试做多 如果是阴线就不要做了啊 在这个趋势线的临界位置啊 这个是趋势线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这下跌是真猛啊 所以啊 传统股 所以你看道指啊 等等 跌的很厉害 下跌趋势线画好 好 我们看一下微软 微软也是一个震荡下行的架构啊 对吧 画好下跌趋势线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U 下跌趋势线画好 英伟达 英伟达如果阳线呢 他不跌呢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看一下阳线的一个力度 看一下这形成金叉的一个力度 行吧 突破回彩这个架构 网友问谷歌 谷歌又不跌了吧 那破位之后你先离场 画好下跌趋势线 等待一个右侧点位 对吧 到这看我们 我们看一下英特尔 英特尔这位置看能不能止跌啊 下跌趋势线画好 看下突破回彩的一个情况 英特尔好吧 好 那么其他图呢 我们就不说了啊 不说了 盘后再看一下变化的情况 好 盘后再见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